星野与向泰 其实向泰对于周星驰的攻击也远远不止炮轰这么简单 在演员方面甚至一度发动香港的三位实力影帝张家辉 任达华、刘青云直接力挺向泰并声称与周星驰不熟 由此引发的舆论更是到向星爷这一边 之后向泰更是赤姿武艺拍摄《风神传奇》 邀请李连杰、范冰冰、古天乐、梁家辉等一系列大腕作为配角 力推自己的儿子向作 在这部巨星云集的电影看起来向泰的信心满满 并放下豪言要打破周星驰、美人鱼的票房记录 可是票房惨遭华铁卢被网友吐槽不断 更是赔了两亿狠狠打脸自己 结果也是令人尴尬不已 之后据消息称 这部《风神传奇》还将继续投资13亿拍续集 对于该部作品能否真正的翻身 许多人也表示已经做好不看好的准备了 虽然向泰作为向华强的妻子 不管是人脉还是影响力都远胜于周星驰 可相比星爷的大度 向泰确实有点小度鸡肠 对于星爷和向泰之争或许还真的无法评判到底谁对谁错 但是就凭周星驰那句话对于作品的认真 就足够肯定他的为人 以上的内容 你们能从中看出什么了吗 娱乐明星是一种职位 明星只是他们职位的名称 他们的曝光度虽然很高 但是这就是他们的工作需求 说到娱乐圈有些人便会感到不好的感觉 但是在小编眼里 我们不能因为网路上的舆论去判定这个职位的好与坏 毕竟每个职业都有每个职业生存的规则 其实 现实中还有很多事物比明星更会吸引人的目光 只是我们习惯每天都会去看娱乐明星新闻的这种生活了 我们要多多看看外面的世界